你可死了 你干嘛 你看你把我们家弄成什么样 不不 你怎么打残的 你闭嘴 这是我们家的事 你管不着 秦首爷 天地的肥猪肉让你吃的 秦家的这块天鹅肉 应该让我尝尝 请听听听听听 will know 今晚我们径 昨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救命啊 这 这究竟怎么回事啊 晓芹 晓芹怎么了 到底怎么回事 妈 你用眼睛看吧 这还要问吧 大哥这种事你都做得出来 你有没有人性啊 大呼小叫什么 妈在这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 在外面花田酒地还不过 还要把家里闹成这个样子 晓芹是我们妹妹呀 你这样做你是人吗你 什么妹妹 她只不过是个外人 你别振振有此假惺惺 心里跟她早就有一点 你胡说什么 因为我不知道 你常常来这儿 有什么温书啊 什么补课啊 跟她早就有私情 你不要去 你干嘛 好了你们俩好了 你干什么 你是不是外面女人都死亡了 你敢用了这个灾系呢 我只看她平时楚楚可人 很需要人怜惜的样子 所以一时按捺不住 你干出这样的事情 还若无其事 你就一时按捺不住 就想推个一干二净啊你 告诉你啊 我什么都没干 就算干了怎么样 听都把她娶了做妾 不是更差一举她 你这种话 你都讲得出来 老老老老 住手 你们交票把我放得原谅 妈 你这小心评个道理好不好 我会的 走开 你下来 你过来 我看看究竟发生什么事 你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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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你把我们家弄成什么样 不不 你怎么打残了 你闭嘴 这是我们家的事 你管不着 好一个楚楚离人的样子 满州人脸的嘛 怪不得 这是家学渊源 当年你娘啊 就凭这两家的功夫 才进了咱们秦家的大门 把老爷子迷得云头转向的 你可以打我骂我 你不要侮辱我娘 怎么 你还准备回嘴 你以为我不说话 我不知道你葫芦里卖什么药 你啊 你啊 只想凭你那套狐辈的功夫 把他们其中一个搞上手 好得我们秦家享清福 是不是 你打错算盘了 妈 分明是大哥不对 怎么能怪小秦呢 不对 就是因为由你撑的 他才能撑到今天 你也非把他赶出去不可 你滚出去 你给我滚出去 你给我滚出去 妈,你讲不讲道理啊 我看你这个毁离心窍的样子 我就感激 给你十五分钟 收拾好你可以收拾的东西 你立刻给我出去 要不然我就连人蛋不敢一起让你滚 小秦,你不要难过了 小秦,你不要怕 我请爹给你平个礼 不用了 你没有错 你根本没有出去的道理 小秦,我知道你们对我好 可是你们也看见了 我在这里,我还住得下去吗 求求你们 给我一点活 小秦 对不起 妈实在太过分了 你不要走,小秦 安琴 不要走 小月 刚刚你妈已经说得够明白的 现在你再把小秦都在家里 对她一点好处都没有 让她离开吧 静点,静点 痛多好 这韩兴也真是 干嘛那么用力推啊 姑娘 好点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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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你这干什么 送走这个灾心啊 应该高兴才对 你 干嘛 还不舍得她 其实看开一点 这种货色,白了会一堆 你嘴要放开尽一点 对不起 侮辱了你的老项 你还乱说什么 妈,干了没有 平时踩他两脚 他不叫的二少爷 今天变成什么模样 你说他心里没鬼 我真的不相信 你这太过分了 干嘛点 干什么 你怎么样 你还要吵了 你吵了 对吗 三军 你不要再跟他吵了 不要吵了 给我小心点 你想怎么样 别对 怎么了 你今天是怎么了 你干嘛呢 好了 好了 好 好了 我走了 这些东西 要不要看一看 不用了 秦家养了你十几年 多拿点东西 就算赔钱送贼了 妈 好 爹养我这么多年 有机会的话 我一定会报答 现在 我除了身上的衣服 跟书本以外 我什么都没有拿走 说得好听 报答 你拿什么报答 你现在人站在我家里 就没把我放到眼里了 好了 你可以请了 小青 小青 站住 你们俩给我听好了 谁敢出这个大门半步 以后就不要叫我妈 好了 别哭了 反正我也睡不着 首燕 你照顾安琪 我送小青衣城 我 你走啊 是 你走啊 上海 你走啊 上海 你走啊